前段时间由任嘉伦主演的电视剧《乌鸦小姐语》 易先生在播出后获得了不错的点击量和热度 大家看到了他的可塑性 有能力出演甜宠类型 电视剧 系路还是很宽的 该剧的热度刚刚散去 嘉伦又一部影视剧来袭 在这部剧中 任嘉伦出的角色类型与之前相同 但本质上有很大不同 嘉伦与张军宁主演的《不说再见》将播 时隔一年 二次出演高级卧底由任嘉伦和张军宁主演的 是剧《不说再见》将在讹厂和猕猴桃双平台播出 剧主要讲述缉毒警察木青以卧底身份深入范集团内部 在阴差阳错之下 与范毒集团头目之欧可欣产生情感纠葛 并与其联手阻止心形有物质流入境内的故事 任嘉伦饰演的就是钱福 底木青 帅气英俊 郁郁寡欢 谨言慎行 有胆识 有略 靠着自己的伪装在贩卖有害物质的组织里 不清云 一边为该组织的领导者出谋划策 一边实际忠于的组织云港市公安分局提供重要情 出演这么一个高级正能量卧底 对任嘉伦来说 一种挑战 考验一定的演技 其实这不是任嘉伦一次出演卧底类角色 在去年播出的谍战剧秋中 任嘉伦饰演的叶冲林威寿命 秘密潜伏在日 香港军政厅机要单位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在切所有信号的情况下 一路披荆斩棘 最终为中国产党做出贡献 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任嘉伦在秋中的卧底表现深入人心 有勇有谋 能屈能伸的 太让人信服 很有代入感产生 可以说让大家看了他的转型前置 适合这种主旋律题材 两次卧的时代背景和职责不同 表现出来的东西也不 让回看任嘉伦饰演的这两次高级卧底 最明显不同就是时代背景 不说再见是现代时期 秋缠民国时期 完全是两个时代的潜伏卧底 看来无什么时代 都需要有正义感的人去冲锋陷阵 为遂不良组织做贡献 时代不同 作为卧底的职责 就不同 是随着时代与时俱进变化的 叶冲的主则任是给共产党组织提供重要情报 让其可以使掌握最新情况 好在适当的时机抓住机会 顺击垮对方 而沐青则是潜伏在犯罪团伙中 掌握们的犯罪证据 利用这些证据把他们捉拿归案 倒应有的惩罚以警向游 散发的精神也不同 在禅中 任加伦散发的是爱党爱国的精神 为了为共产党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甚至可以不顾自己 安危 在不说再见中 任加伦则散发的是为民除 造福社会的精神 坚决不让犯罪分子扰乱社会 安危 综上所述 这次的卧底比上次的卧底要不是有新鲜感的 结尾这次的卧底表现一定会让加伦得到更多的认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